同樣是發生在捷運站 這一件被警方當場用跟蹤騷擾法法辦 原來是一名陌生男子 不斷尾隨跟蹤 被害女乘客都換了車廂 他還是緊跟在旁 同樣的手法 兩個月內接連犯了兩次 最後遭原警法辦才告個段落 但在捷運尾隨騷擾事件層出不窮 卻不一定都能用跟騷法 將嫌犯省至已發 因為你就是一直被跟著啊 對啊 如果要跟到明天 跟到後天 我當下就已經有危險了 我還需要到明天跟後天嗎 如果說是真的要保護女生的話 這樣真的是有問題啊 我覺得還是要看 就是被害人的那個感受 就還是要看一下他自己的感受 如果他覺得很不好的話 那當然就是有處罰 大多數的民眾都不太能接受 自己已經拒絕騷擾搭訕 還被纏上 最後只能用設違法開罰 設違法只需繳罰金 但跟騷法需要面對刑責 最重可除五年有期徒刑 聽到這樣真的會擔心 難道要出事了 才會被重視安全嗎 這回有女子在捷運站遇到搭訕 對方窮追不捨 不符合跟騷法 必須要有反覆實施及違反意願 設違法則是首次犯案勸阻不停 若嫌犯是第一次搭訕被害人 無法構成跟騷 路人隨機搭訕但沒有連續犯案 導致嫌犯只需罰錢了事 專家提醒女性如果遇到類似狀況 等到嫌犯出現第二次 就可以拿起手機搜證保存證據 讓歹徒面對應有刑責 TV新聞據請蘇菲與台北採訪報導